东南亚国家协会Athene为庆祝成立50周年自11月17日至22日在泰国著名度假圣地巴达亚特杰海域举办为其5天的2017国际关键是International Fleet Review 2017其中三国拥有中国制军舰而中共海军也首次派军舰参加 本次活动共有越南、未来、印尼、东地万、柬埔寨、斯里兰卡、缅甸、辽国、孟加拉、马尔地夫、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澳洲、纽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巴西、秘鲁、智利、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阿曼、巴林、科威特、 以色列等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及非洲的毛利塔尼亚海岸防卫队派出船舰或代表团共襄盛举和继有36艘军舰接受教育 由泰国总理帕拉域主WXPRIATCHANOKA代表泰王担任大越官检约各国舰艇由泰国皇家海军水雷反制支援舰塔兰号TALAND型号MCS621作为教育舰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大陆军舰外销的主要客户 泰国、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装备由中国大陆所设计制造的军舰 巴基斯坦海军的F-22P型赛夫号 飞弹巡防舰是中共海军053H-3型的外销版本缅甸海军的将写托号 飞弹巡防舰则是在中国大陆的技术协助下自行建造 主办国皇家泰国海军拥有两款巡防舰 两款巡逻舰均为中国大陆制造或提供技术协助 而今年5月泰国更决定斥资10亿美元 采购三艘由中国大陆为其量身定制的S-26T型出口型前舰 20日举行的关键式活动和地面阅兵均受天域影响 本次活动也合并泰国海军节 还有各国互访交流 首次参与的中共海军派出东海舰队所属052C型飞弹驱逐舰郑舟舰 前号151该舰曾因于2014年12月在大西洋 因系缆舱门设计不良被海浪冲开 造成一位应急堵漏的水冰重伤而声明大噪 中石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